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 设定温控器到你期望的温度 这会激活冷凝器风扇和压缩机 这些部件的协作可以有效地实现房间内温度的调节 压缩机启动 压缩机启动后 开始将一种称为制冷机的流体泵入系统 由于制冷机具有低沸点 因此非常适合这种用途 制冷机在循环中不断从气态转变为液态 以便将室内的热量传输到室外 制冷机以低温低压的气体状态进入压缩机 经过压缩后 变为高温高压的气态 冷凝阻冷凝阶段 高温高压的气态制冷机流经冷凝器线圈 在这里冷凝成液体 这时 制冷机吸收的室内热量被释放到室外 冷凝阻中的风扇加速了散热过程 节流装置 之后 制冷机以中温高压液体的状态离开冷凝器 并流向节流装置 这种调节由一个改应求完成 蒸发器阶段 在此系统中 通常使用热膨胀阻 热膨胀阻内部的针状结构 可以根据蒸发器端的温度调整制冷机的流量 随后 制冷机流经蒸发器显全 在这个过程中 蒸发器吸收了空气中的热量 是制冷机气化 膨胀过程 制冷机通过膨胀法时 压力显著降低 释放出低温低压的液态气态混合物 低压有助于制冷机在常温下被空气的热量加热并沸腾 与此同时 鼓风机开始运作 推动冷空气在整个房屋内循环 空气循环和过滤 室内温暖的空气通过回风管被吸入 并经过过滤器去除微小颗粒 空气的热量被蒸发器线圈内的制冷机吸收 冷却后的空气通过公风管返回室内 随着空气经过蒸发器 制冷机被加热至沸腾并变为气带 排水和制冷机会流 在蒸发过程中 蒸发器外部会形成冷凝水 这些水通过冷凝水排水管排出 然后 制冷机返回冷凝器 将吸收的热量释放到室外 整个循环反复进行 当室内温度达到设定的目标值时 温控器会关闭设备 从而停止制冷过程 温控器控制结束